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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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歡迎收看十一點的新聞安居 首先關切的是黑心油案 中化地點署 檢察官指出 10月中查扣衛犬公司的電腦裡 竟然發現衛福部給檢方的機密文件 何一廷依此裁定序壓 那由於這個事件敏感 尚無檢察官低調快閃離開 自己衛福部有門審是不是 密件內容是說什麼 上班上班好不好 這是十月十六號搜索 發現什麼 讓法院人 讓法院人好不好 好好給我上班 不要圍著我 章話地點署昨天起訴了頂心製油 衛泉公司前董事長魏英聰等7人之後 法院間凌晨裁定原本在押的魏英聰 頂心前總經理常梅峰 頂心帶領董事長陳茂嘉 越南大幸福公司負責人楊正義等人四人續壓 品農廠廠廠長增請民宿五十萬元交保 品管組長蔡俊勇請回 那麼魏英聰遭到裁定續壓 她的律師表示對於結果感到意外及失望 收到裁定書之後再決定是否提起抗槓 那麼律師也說魏英聰有點小感冒 目前健康狀況穩定 還不需要申請保外就醫 主機總數今天公布了第三季的經濟成長率概括 數字來到了3.78% 相較於8月份的預估值高出了0.16個百分點 不過主機總數也坦承近期受到食安問題的影響 將會影響到全年的經濟成長率 再看到的是總統馬英九日前陪國民黨台北市長的候選人 連勝文掃街 維安阻礙交通引發民怨 不過國民黨似乎不理會民怨 還會在今天晚上到熱鬧的東區搜狗商圈掃街 那雖然是廉政營憂心馬總統在下班時間 到中校東路掃街會影響交通 所以建議到吸引商圈就好 但是國安單位表示吸引商圈的空橋多 更會有一些維安的疑慮 所以還是堅持到搜狗商圈掃街 所以消息來看到的是嘉義縣嘉埔公路旁 我們今天早上9點左右發現一名男子城市 在路邊頭部有遭到外力重擊的傷口 警方出負調查 死者是44歲的李姓男子目前朝強盜殺人方向偵辦 再看到的是油價連續8週調降之後 預估下週棄柴油價格將各漲一角 所以要加油的民眾動作要快囉 那再看到的是捷運雙山縣今天進行旅刊 未來從西門町到饒河基夜市只要15分鐘 現在加緊腳步趕在11月底選舉前 就有可能通車 那我們看到呢 松山縣總長是8.5公里途中經過的西門 台北車站松山小巨蛋等等 都是人潮比較多的地段 也確定新電線和淡水線將會分家 每個路線都會有固定等車的月台 那麼松岸縣5號出竿之後 要改善的事項已經完成了 旅刊確認之後呢 立平在11月底前通車 關島西方海面的低氣壓清晨2點的增強 為熱帶性低氣壓 目前慢慢向西移動呢 距離台灣還很遠 那麼也請大家持續留意它的動向 感謝你收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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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 다니